今年中國大陸高校畢業生達到1179萬 大學畢業生畢業級失業 翻譯 直播 老師 留學 總結起來一句話 工資低 能耗大 老闆話比我害怕 在這一年的時間裡面 我始終沒有找到有雙休日的工作 工資對得起工作時間的工作 加班有加班費的工作 嚴格遵守勞動法的工作 而且就鄭州的工作環境而言 那不是直播就是銷售 不是有那麼一句話嗎 馬雲來鄭州 都得先幹兩個月電銷嗎 倒不是說我眼高手低好高誤遠 加班成為了常態 下班不敢到點走 招聘的時候工作內容上寫著教學的 直接幹成銷售了 甚至和教學毫無關係 一個月累死累活的發現 錢包美股精神反而更加貧瘠 招聘軟件上面寫的 綜合薪資都是8-15k 結果一看底薪3500 還是浮動的 中國大學應屆畢業生剛剛走出校園 而畢業及失業的情況 在全國各地比比皆是 日經網上傳出消息 有一名畢業於北京名校的女孩 已人找工作受挫 餓死在出租屋內 中國社交媒體上近日熱傳一篇文章 題目是一個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 文中講述一位畢業於北京某21大學的寧夏女生 曾多次考公務員 雖然筆是第一 但因為家裡沒有背景 一直都沒有被錄取 於是她孤身來到西安求職 最終死在出租屋內 約20天後才被人發現 8月19日 頂端新聞記者聯繫到玄陽市公安局 工作人員回應 已核實卻有此事 案發地屬秦都分局管轄 秉承案件正在處理當中 16日 微信公眾號贈官刊文 講述這名女子今年33歲 出生在偏遠的寧夏西海固地區山村 經過努力考入北京一所211名校 是全家人和村裡的驕傲 她學的是會計專業 但大學畢業以後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 她曾多次參加寧夏公務員的考試 筆試成績也都是第一名 但是因為她家中沒有社會背景 她面試後都沒有被錄取 今年的4月份她來到西安 用母親借來的1萬塊錢 租下西安繁華大道旁的一間單人公寓 過著極其節儉的生活 無論是吃飯還是買任何東西都不會超過5塊錢 這位女子透過微信 最後一次與家人聯繫是在4月20日 目的是借錢 5月29日以後她就沒有在外出過 家裡也沒有做飯的痕跡 但6月下旬她逐租的公寓發出臭味 物業破門而入發現了她的屍體 電話記錄顯示她沒有與任何人通過話 她幾乎是在極度的孤獨中死去的 文章說這名女子所在縣城 直到2019年才脫貧 還存在嚴重的重男輕女現象 在中國西北農村 女孩子如果上不了學 就會被包辦婚姻早早嫁人 無法改變貧困的命運 而該女子從小學習成績就好 村裡無論誰提起她都會竖起大拇指 她是全家人和村裡未來的希望 這篇文章引發網友大量轉發與留言 許多人表示在讀完這篇文章以後 有一種窒息感 獨立士兵人蔡神坤發帖說 這是習近平的新時代 也是中國宣布全面脫貧 進步小康的第三年 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子 竟然餓死在租宿的公寓裡 這才是現實版的中國夢 近年由於失業率飆升 工作穩定 福利大於優厚的公務員 成為炙手可熱的職業 因此考公務員的競爭空前激烈 往往考試中存在很多不公平的現象 沒有社會背景的人很難被錄用 而且中國職場現在還存在著35歲的門檻 超過35歲的人很難找到工作 而這名女子已經33歲了 今後的就業之路就只會是越來越窄 這篇文章引發網友的公民 很多網友留言說 體制大門早對平民們關閉了 在中國從來都沒有公平過 你的出生已經決定了你的人生道路 也有網友說 中共許諾建立一個人間天堂 但最終建立一個人間地獄 中國大學畢業找工作難 近年來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 一名武漢女子大學畢業也找不到工作 她感嘆現在經濟太差 先躺平觀望一段時間以後 再慢慢找 就是說本應届生 六月中旬畢業 六月底找到了一份電銷的工作 六月底去入職 然後上了一個星期班 七月初被辭退 然後就一直找工作一直找 找到現在八月份了 咱還是沒有找到工作 為什麼呢 我來給大家數一下我的情況 首先當時被辭退的時候 我還是很自信的 因為我本科學的是設計 我可以去教畫畫班之類的 然後我就把家附近的所有的畫畫班 全部廣灑網了一遍 結果發現畫畫班好像 暑假班的人應該要提前收 已經提前找好人了 暑假班就是暫時不缺人 然後我就繼續廣灑網 灑網到了家裡附近所有的公司 全部灑了一遍網 然後我也提前在boss直訊上面 和人事聊好了 人事說可以接受應接生 可以接受無經驗 武漢七月份那麼熱的天 我去面試 人家明明在網上說了 說無經驗是可以的 然後我去面試 他又說不好意思 我們不要沒有經驗的 我每天 啞光的出去 水光寄的回來 這麼熱的天 這麼熱的天 我每天出去面試 我面了三十多個市了 一個都沒有人要我 然後我就去發消息 打電話 不論幾個我關係 比較好帶的同學 他們有的找到了工作 但是大部分 目前為止都沒有找到工作 然後找到工作都是那種 很差很累的 就是月休三天 工資兩千八的都有 他還去市港了三天 發現太累了 就跑了 而且人家那三天的工資 都不發給他 這樣倒霉蛋 太可憐了他 所以我就發現 找不到工作 根本就不是我們的問題 也不是我們不夠優秀 就是這個經濟環境 實在是太差了 大家都想節約一點試錯成本 不想找沒有經驗的小白 然後呢 大學生武漢 真的很飽和 韭菜一茶接一茶 一茶接一茶 根本就是割都割不完 所以我現在暫時的決定 先沉下心來 不找工作先穩定一下 等到我九月份 十月份 或者年後 只要有合適的工作機會 我再投簡歷 不再廣撒網了 就是慢慢的尋找 慢慢的找 畢竟以後六十五歲才退休 我才二十二歲 總不可能中間四十年 我都沒有班上吧 不可能會有這種情況吧 這枚女生躺平了 也有的年輕人沒躺平 都連小商品到街上去賣 卻遭到驅趕 8月14號晚間 有網友發視頻聲 在青島石市南居一個景區 戴秀彪大業 阻來一名大學生賣小玩具 兩人發生衝突 在青島石市南居 你靠誰 你聽好了 我沒罵你 你聽好了 你聽好了 我說什麼 還要聽你解釋嗎 你算老幾 算你爹吧 你罵我 你罵我 你罵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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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我爹嗎 你剛才說了 你是我爹 怎麼 你現在罵我 你不能阻 說不是號的 不能阻 不能阻 你罵我 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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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 大個事別走了 大個事 山一山一山一山 是嗎 這個孩子 沒不要 孩子 都不容易 賣不了 哎 那也不了 有網友在X平臺留言說 當大學生們 連在街邊賣東西 都卖不了的时候 也就到了皇朝里兹成们 起业的时候了 中国大批企业倒闭 失业率飙升 包括大学毕业生在内的 年龄在16到24岁的年轻人 失业率 官方给出数据是21% 按中国专家评估 实际数字可能会接近50% 中国媒体曾经报道说 上海海洋大学 去年整体毕业生就业率 就只有15% 其中硕士毕业生就业率 为17% 因为就业竞争激烈 但凡好一点的单位招聘门槛 都要硕士毕业生 上海交通大学 既然招硕士做保安 月薪却只有1800块 去年12月4日 上海交通大学保卫处 发布管培生招聘信息 该岗位要求 求职者要为上海交大 全日制研究生 培养周期为一年 培养期间 学校每月提供1800元的补助 有网友说 这年头当保安 还得是硕士生 连交大本校本科生 都没有这待遇 而月薪1800块 在上海能干什么呢 还不够租房 只能住桥栋 无独有偶 清华硕士毕业生 莫明雍 经济窘迫 只能去送外卖 莫明雍是一名海归 2021年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毕业 然后回到中国去中海创业 有网友在X平台留言表示 2021年7月 中海春趣流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宣布完成120万天使轮融资 该公司创始人正是莫明雍 然而他创业失败 第二年的9月份 他考上清华博士 去年3月10号上午 他身穿外卖服 在西华园门口展示学生证 在一段视频中 莫明雍身穿外卖服 他表示 命运也许能够把我打倒 但永远不会把我打败 中国经济下滑 上海情形也是一样的糟糕 当地年轻人 也同样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 上海网友小云 在2022年大学毕业 他本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但因为身体的原因 把工作给辞掉了 他看到网上消息说 7月份 有一千多万大学生毕业 融入社会 进入打工人的队伍 他才意识到 辞职是一个很愚蠢的决定 和我同届的23件 我身边很多朋友 都还处于一个失业的状态 就其实今年 整个就业环境来说 除非你是一些顶级高校毕业的 什么98521 真的自身条件非常好 出去自身有核心竞争力 可能有些大公司 真的是能够抢着要你的 但是作为双飞二本毕业 不管是一本 不管是二本也好 就真的 不管学任何专业 其实我觉得出了社会之后 基本上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像我们这类学生 你会发现 社会上一抓一大把 现在我身边很多在工作的朋友 其实都有反应 公司其实变相的在压榨劳动力 要么降薪 要么就是增加工作时长 我从上一家公司 里值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 我命令的问题 也就是增加工作时长 就是我是印尼代货主播 我是一毕业就开始 接触这个行业了 上一家公司 虽然说我们这个地方不大 但是说实话 去年卖的真的很好 在我们这个地方 能算在上是数一数二的企业 就卖的真的巨好 但是今年的行情 真的很差 不管是各个行情 就电商这一块也一样是 就大家其实赚不到钱 消费本身能力就降级了 对吧 就是我们今年也是一样 卖不起来 然后转 转向短视频带货去了 现在各种物价都在涨 小元去多家公司面试 却发现变身的工资 一直在下降 而且很多公司 都不给员工交五险一金 五险指的是 包括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在内的五种保险 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 他说 想到未来 他真的是两眼一抹黑 看不到任何的希望 在原有的工作时长上 我们之前是工作四个小时的 然后直接增加了一倍 工作八个小时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 我就离职了 然后现在换了一家公司 就包括我的闺蜜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大学学的是 人力资源管理 所以说毕业之后 他就去当HR了 他所从事的公司 是属于那种 机械化的那种光伏企业吧 就贴上去真的很高大上 但是他们今年行情 也真的不咋地 他们其实全国各地 有很多很多分公司 好像有一个地方的分公司吧 就是有多残酷 HR先把所有的人员 全部开除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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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也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